大家好,我是小汉雷通,小汉今天想为大家带来一个开箱分享的一个视频 然后呢,其实这也是我第一个开箱分享的视频 我上个礼拜在网上买了一个大疆Pocket 2的一个相机 然后因为我录制完第一个Vlog视频之后呢 我发现我现在用的这个价能相机呢实在是太大了 然后每次出门去录制视频的时候呢都要这么举着 然后非常大,收音效果也不是特别好 尤其是荷兰那个TR那个大方55的锤几乎都听不到我说话 然后由于那个相机要是特别大 我每次这么举着的时候呢就是会引来很多很多的一个目光 然后我在网上就搜索了很多 然后它正好这个大疆也是一个今年新出的一个Pocket 2一个产品 然后我就打算试一试 今天我买了这个相机呢我也感觉我会用到它 然后我也要承诺我会好好使用它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箱吧 买这个大疆我当时是从大疆官网上买的 然后它是从东莞寄到荷兰的 我以为就是大疆在荷兰的那个网站 那会有会有大疆的一个自己的在荷兰的一个库存 没想到没有 但是从东莞寄来也挺快的 差不多不到一个礼拜就寄到了 你看怎么这么费劲呢 在荷兰 这是我买的一个内存卡 然后这个就是大疆的那个产品 看起来好小 把它打开吧 这个套装是一个全套一个套装 也包括一个全能手柄 还有一个那个无线Mac 好激动 再声明一下 其实大疆没给我 没给我让我就是宣传这个产品 我现在刚开始YouTube 感觉级别还不够呢 但是我也欢迎大家以后可以找我来主动宣传他们这个产品 怎么打 在这 打开了 这个放到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近点吧 近距离看一下 这个 这个就是那个相机 还有它这个壳 让我们看都有什么 怎么把它拿出来 这东西 嗯它很方便一下就拿出来了 死掉 在哪开心 首次使用需要连接手机并通过大张Memo激活功能按键 它镜头已经可以就是带稳定的那个镜头 好 等一会再看你吧 先把你关机了 然后等一会我 把那个APP下载之后再激活 看它这个小盒子里都有什么 看它的小盒里都有啥 这个就是那个无线的microphone 看毛绒 你看 这个就是那个广角的一个镜头 然后应该就是这样 这个撕掉 看看能不能贴到相机上 应该就是 这样 就贴上去了 然后还可以把这个广角镜头放到这个里面 对它自带磁铁的这个里面 不好拿 太抠手了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这个功能 然后我们把这个拿下去之后 就可以把它 是这样的 对插到里面 然后连接到手机上 其实我感觉我不会怎么用这个功能 因为我的电话其实也很老了 好 这个数据线 这个数据线 在这儿 把这个现在就给它弄上去吧 免得之后 这个是接不同的那个电话 哎 这是什么功能 有时候研究研究 看看里面 这个就是大浆的这个 三脚架的这个稳定器 我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支持这个 就是这个小的一个三脚架的一个底座 这样它就是 能立住了 就能立在这儿 但是我感觉这个有点费劲呢 感觉一会儿够强能给它 一会儿够强能给它拔下来 这个应该就是那个无线的 麦克风 无线的麦克风 啊这个都是那个万能手柄 那这个全能手柄就已经 插这上去 其实我感觉 架上这个全能手柄之后 它这个长度正好 要不然之前那个长度有点太小了 然后如果 拔下去的时候 你要先拉这个 然后这 全能手柄有些不好拔 哎呀妈 这怎么这么不好拔 那么这个就是 大浆所有 我买的这个全套的一个 这个 这个套装的一个 所有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眼 这个就是所有 有一个香气 然后这个是麦克 这个是无线的一个 麦克 然后这个全能手柄 三角架 增广镜 然后零零碎碎的其他东西 那么我接下来就把这个电话 手机激活一下 把这个大浆激活一下 Hello大家好 我是小浩雷头夯 它这个镜头 其实还是蛮 就是广的 这镜头还挺广的 我再把那个 再把那个 这专业术语叫什么来着 就是这个镜 再戴上 这样没有看到差别 可能就是这个角度的时候 还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碗 诶 但整体还是不错 先来暂停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浩雷头夯 啦啦啦 诶 这个皮肤丑着还挺好 我知道的 我这黑眼圈有点重吗 行了 暂停吧 然后切一下这个东西 切一下 这个就是上次 圣诞节 荷兰的一个传统 然后在公司给发的这个 片片 它里面是那个杏仁 小伙怎么样 嗯 但它这个颜色怎么有点偏黄呢 善婷 等我明天 出去的时候 我用这个 这个Pocket 2 先试一试 那个外面那个连接无线Mac的感觉怎么样 对 对 对 Robin把他车租了 其实它不太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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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天气已经黑了 才四点半 它已经晒了 这是 Libanon食物 对 是新的 其实是真似的 它是不足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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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